你可不可以沒那麼晚睡 已經很精神了 是嗎? 會不會太光了 你的多裙掉了出來 OK 1 2 3 Hello 大家好 Hi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Hi 大家好 我是Vavis的妹 今天因為我很生病的關係 所以我也是以口罩示人 但是今天這個主題無外 介紹一下叫什麼名字 我平常叫開我家的最小最小的BB做BB 現在我的頭髮臉很大 完全不會跟鏡頭說Hello 還有我想說 為什麼這條東西 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什麼我兩個妹妹那麼喜歡 是條魚是要有兩隻腳的 本來有腳 有手有腳的 是會有 有四隻的 叫鹹魚王 他們叫他 是條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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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也挺好受感 今天主題就是要幫他化這個 Halloween的妝 因為他一會兒有一個 不知的活動要去 所以呢 拿上去片 那麼首先呢 我們會上一個隔離霜 能夠讓我們的妝容更加持久 而且更加顯色 然後呢 我選擇了一個平常我們也能使用的粉底 把它點在臉的外側 然後再上遮瑕 因為啊 我不喜歡妝感太厚 所以我通常遮瑕會跟粉底混在一起用 我通常會先刷遮瑕 然後再刷粉底 剩下的就刷在脖子上 再來呢 就是眉毛的部分 先用這隻把眉畫出來 之後再用這隻小的把那些縫隙填一下 把的為這兩隻眉筆都是我化妝包裡面會常備的東西耶 那麼之後就是用這個眼部隔離 把它均勻的塗在你的眼皮上 再上一下這個睫毛雨衣 我想說這個真的超棒 上了以後睫毛雨衣真的完全一點都沒有掉過 超級防水的 好了 戴眼影的部分呢 我先用了一個深橘色的顏色 做了一個底 不得不說的是 他們家眼影顯色度還蠻強的 就是有點飛粉不大好 不過沒有關係啦 因為影響不大 而且我用的話持久度還蠻好的 噢對了我忘了先上陰影 那陰影的部分呢 就是圖裡面顯示的在鼻翼的兩側還有臉的兩側 其實額頭兩側我也有畫 那現在呢就回到眼影的部分 那我選了一個帶閃的金色 把它上在眼的前端部分 你覺得麻煩嗎 啊 我先把腳整幹的 那個辣椒是很容易 那現在呢就上一個紫色在尾端的部分 畫的地方呢如圖所示 我的畫是比較習慣從尾端上前畫啦 接著呢就在上一個帶金色的粉橘色在這個中間的地方 通過這樣可以增加這個眼妝的立體效果 這個是一個超閃的金色 它其實沒有帶顏色啦 因為這個簡直就是金粉啊 這個是用來點綴眼妝的效果 讓它看起來更加Bring Bring 那這是一個顏色比較沉的玫瑰色 然後帶一點點閃粉 左邊臉上的大愛心呢 會先用這個來勾畫一下形狀的大小還有位子 那因為今天使用的眼影都是粉狀類的 所以會有掉粉的情況 所以在勾畫右邊的圖案之前 要先把眼下的地方都清理一下 順便做一下局部的遮瑕 那在眼線的部分呢 我選了三個顏色 我覺得藍色的話大概是一個Stand out point吧 我真的超級愛他們家的產品 這是一個系列嘛 真的很有衝動 是想把它整個系列所有顏色都帶回家 真的哇OMG就是超級愛 真的沒有辦法形容 而且他們家的眼妝產品真的超防水的 就即使用油 用那個卸妝油 你還是要卸幾次 他才能卸下來耶 我之前去Tumorland的時候 就是用他們家的產品 真的是一點都沒有掉過 太棒 真的超級棒 超好用 嗯 那個先說回來 終於都到了重點部分了 那個好像有點難形容這個怎麼畫 反正是從上到下的那樣子畫下來吧 就是一個心 然後就變成一個裂開的心 那我借了我妹子畫筆 然後用來描那個圖案的形狀 這個畫了我蠻久的 好像花了半個小時吧 然後之後再用同一個唇膏的顏色 然後去加深左邊星星的顏色 用棉花棒上然後慢慢把它暈開 然後再補一下剛剛用過的那個腮紅 嗯現在顏色是不是比剛剛更明顯了呢 終於都在最後一個步驟了 然後呢這裡就是要把那個剛剛右邊愛心的那個圖案 大的那一塊 把邊描一下 還有就是畫一下左邊眼下的十字架 再來呢就是用唇膏還有眼線筆畫一下嘴巴左邊的裂痕 右邊眼下的兩點 把邊描好了以後我發現顏色不夠深 所以又用了一個唇膏把顏色加深了一下 還有就是念一下假睫毛 然後用一下那個睫毛膏 然後就再定一下妝就好了 嗨啦 大家好 我是Mivis 嗨 Mivis的妹 因為這個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來了現場了 因為沒有時間去等 我們已經剩下半個小時了 這裡多了一個小表妹 說嗨小表妹 嗨 嗨 現在她的樣子就是這樣 我好像後面黏著節目 還是怎樣的都沒有 沒有拍到 因為是有太過的時間 這個就是完成了的樣子 轉個圈來看看 左右 左右 對 就是這樣 都算是成功的 都蠻漂亮的 對 對不對 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和STYLE BYE BYE 我們會來看 我們會去看 我們會去看 這個影片 我們會去看